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大家好 說這麼快就來到陸景喜悅會的下半集 今次我們除了看剩下的市位之外 我們也會再講一講這個樓盤周邊的環境 上集也有深水清的觀眾 看到這個陸景喜悅會之後就私底下問我們 其實這個項目是不是就是之前有一條片 日進半島所講 過到去明珠站那邊 有一個三萬元左右的單價樓盤 我在這裡說回沒錯就是這個陸景喜悅會 我們現在先看看位於四棟B戶型的示範單位 我們要看的是B1戶型122-124平方米 四房兩廳兩位 入到市位向右轉才會看到一個書房的空間 其實這間做睡房都完全沒有問題 空間是夠的 看到客廳也是對樓的雙露台設計 廚房的空間都相當夠用的 夠大的 這間房的空間 跟門口間差不多 所以可以證實這一類型的房是放到床的 客廳方面 空間感就夠了 不會覺得太逼夾 再來看看這間客房 採光都應該不錯 雖然窗就不算大得很緊要 主人房 這間客廳就有一個比較大又橫的窗 令採光可以把光線進來 最後穿過衣帽間 看看這個套廁 基本上跟客廳應該沒有分別 視位就看了 視位就看了 我們先來看看它這邊有個生活館 展示它這個項目的一些 不同的設施以及一些智能家居的系統 消災中心這一邊在這裏介紹 這裏有一個發展商的背景介紹 陸景地產是在2015年 在香港成功階居上市 它有個股票代碼是20095 它主力專注在金融 綠色科技 和房地產 這個辦法 看能大家看到 現在轉回到我們第四個項目 介紹這一篇 包括深圳 東莞 等等多個地方 都進去過樓 都經常都不在這裏 尤其是以深圳居多 看完生活展示館 我們再聽蕭秀小姐講解 整個區位裏面的一個發展 這裏就是我們錄 建議會的區位圖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 明珠輕軌站西冊的位置 我們屬於一個市區項目 我們診者是一個輕軌上蓋的物業 我們藍色這條就是我們的廣珠城軌線 它在珠海現在有兩個大站 在明珠站和珠海站 後期來說是延長到橫琴口岸站 在去年已經完成了接播 即是明年或一兩年會通車 三期工程是從長龍海洋 旺角再延伸到金灣機場 即是未來來講 在我們項目20分鐘 可以去到珠海金灣機場 除了之外 我們項目邊上 就是民珠站的主管道 在我們項目720分鐘車程 可以去到這個廣北口岸這個位置 都可以去到橫琴自貿區澳門 連接人工島再通往香港 都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項目西測 就是金琴快線 金琴快線是從唐家 連接到橫琴自貿區的一條快速路 是預計是今年6月份到9月份會通車的 那到時候呢 你去橫琴大概都是十兩分鐘 20分鐘OK的了 那我們項目呢 往東呢 是去金梅華路或者人民西路 可以去到這個新香州和舊香州 這個是舊香州總站這個位置的 那往北行呢 經旅遊路呢 是可以去到那個唐家的 那我們整個市區 市區來講呢 周邊交通是四通八達的 那除了之外呢 我們周邊覆蓋了五大的商場 周邊配套齊全 項目置身帶有1.6萬坪的 救物廣場 那五到十分鐘可以去到 印象城救物廣場 奧院廣場 二城廣場 和城峰廣場 這些都是現有的了 那周邊覆蓋了 大型的超市 好像 山姆會員店 泳王超市 屋爾馬 華人萬家 華人萬家這邊都是有的 比較方便啦 那五分鐘步行呢 對面呢就是那個上沖醫院 和那個上沖市場 那我們教育配套來講呢 項目置身配有1.6萬 配有一個公立幼兒園 那還有一個二十六小的小學 和九中的學區 那我們錄的 珠海來講呢 是12年耳目教育的 就是你從幼兒園到小學到高中呢 都是不用 給其他學費了 都是比較有優勢的 屬於一個學區位來的 那周邊的休閒配套來講呢 選擇性得非常多 這個五分鐘到十分鐘車程呢 去到昌山湖公園啦 大徑山公園 憑且農科索器官 那農科奇官這個位置呢 是已經 政府已經 投資了150個 打造一個深圳華僑城的啦 那未來來講呢 這個呢就好像 跟深圳一模一樣的啦 是所有的機動遊戲中心來的 那深圳隔離的 這個華僑城呢 那個住宅都是賣到十幾萬 平方的啦 那我們整個區位來講呢 我們這個位置呢 我們項目是 賣的之後 軍價三萬大證裝修啦 那舊鄉區這邊呢 它的房價呢 是四萬到五萬的軍價啦 那港北呢 是四萬個軍價 那橫琴呢 是更貴一點的 所以我們這個屬於市區項目 既可以享受到公立學位啦 又是線價比非常之高 而且交通呢 非常便利的 但是都是一個商業中合體啦 那整個項目來講 你可以看到 周邊配套成熟 覆蓋了五大商業廣場 未來深圳的潛力呢 是比較大一點的 了解過周邊的一些區位之後呢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項目附近一些比較旺的 譬如說商場呀 消費購物的地方啦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美食中心 一個創意局來的 金家創意局 那隔壁呢 再前一點 就是一個 叫天龍房場的 那坦白說 這些呢 就不能叫做高端的商場 大概呢 都是走這些 中檔池的路線 這裏呢 這裏呢 現在我們在陸景宇會附近呢 商業廣場 看得很齊全 這裏有一個 珠海比較自由樓的 叫做二聖商廣場 我們看到有些 壽司啦 Supermarket啦 萬家超市啦 吃呀喝呀 麥當河呀 恆德基呀 包含 購買索明的 北火公司 商場 賣珠寶的 KTV 全部都看完了 這裏有任由 一到周末 或者上六晚 吃一間高公司的 就很忙 這裏呢 上集呢 亦都有觀眾發現了 就是陸景喜悅會 是在珠海的明珠站旁邊 而過去這個坦州的 日進半島呢 其實是非常之近的 現在呢 我就拿回之前呢 在坦州 日進半島 走過去陸景喜悅會 過程中的一個畫面 當然呢 會調回快鏡 給大家看看 到底有多近 在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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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麼說 由日進半島 行對陸景喜悅會 大概五分鐘多些 真的行到 如果要去賣這個明珠站 應該就要加多三四分鐘 最後呢 我給大家看賣這個 航拍的畫面 可以清楚 看到整個 陸景喜悅會的 項目 再加上 北面的一個環境 以至到 金琴快線 再見中時候的情況 都能夠看到 在天空上面看 兩個盤是不是很近呢 至於你說這樣的距離 一邊是珠海 一邊是坦州 兩者之間的價錢 一邊是三萬元 另一邊是萬五元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選 萬五元那邊 就自己想想 畢竟 陸景喜悅會 始終真的是 明珠站的旁邊 而在項目內的商場 也有專屬的通道 可以直接過到明珠站 到底這兩個盤 你會怎樣選 歡迎留言 和我們敬 最後提多次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